接下来我们来增加一个新的模组 在VCV Library里面搜寻Sequencer 品牌搜寻Count Modular 往下我们今天要使用的是这个Count Modular的八个Step Sequencer 按下Add 在VCV的画面里面呢 你的Library可能会出现一个红点 如果没有出现的话 点开Library 耐心等待它更新完 把Update按下去 最后就可以开始更新 重新开启VCV以后呢 我们可以在右键里面 打开Library旋单增加这个A-Step Sequencer 颜色可能会有一点不一样 是因为它里面右键会有颜色的设定 Sequencer基本上是一连串的讯号 那经由进去的Clock Input 让输出的讯号有顺序的播放出来 输出的讯号一定有三种 Gate Trigger以及下面的CV Output 我们首先使用CV Output为例 现在Sequencer的旋钮的部分设定不一样的CV 在Clock的部分呢 我们接近一个LFO的Square方波 可以看到这个Sequencer现在播放的顺序 它将到第六步 第七步 第八步 改变LFO的速度呢 就可以改变Sequencer它播放的速度 将这样子的CV Output呢 输出给VCO的Modulation 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些参数以跳动的方式进行改变 像这样的改变的CV Output呢 CV Sequencer输入VOCT VOCT指的是Oscillator的音高的功能 在这里呢 我们就可以听到音高的改变 在Sequencer的CV Sequencer Output跟VOCT之间呢 我们来插入另外一个新的模组 Quantize Quantize可以让进来的电压规范在 我们想要的音高上面 比方说我只选择黑键 Output 这样子呢 Oscillator就会被规范在我们要的音高里面 开启更多的Sequencer 与LFO 我们可以用不一样的速度去跑另外一个Sequencer 让这样不一样速度的Sequencer 拿来控制更多参数的话 我们就会有更复杂的乐端 由于Modular的特点是自动改变这件事情 所以Sequencer在Modular音乐里面作为设计音乐设计段落的存在呢 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在Library里面呢 可以看到有更多更多的Sequencer 那每一个Sequencer它的概念都不太一样 都可以去研究找到自己更适合去写出段落的Sequencer 我们在Library里面的设计